华尔兹的并退左滑轴转的节奏是1&2 3 先来看一个示范 请注意两人在做轴转时的的脚步动作 1&2 3 1&2 3 下面是马燕燕老师的详细讲解 并退到轴转时这个五步的难点 1&2 3 第一步左脚前进的时候 难事保持左边身体 左边的背 不要松掉 继续左边背 推在前面 &1 前进 OK 第二步右脚继续向前摆档 然后到中心 到中间重心右脚接住一半重心 如果再转脚到侧行位 侧行位的位置 然后不要去转身体 一定是侧行位 左边背是关注的 然后第三步 左脚后退的时候 继续保持住你们的左边身体是关注的 因为还是侧行位 我们定退的时候 是侧行位 后退的 是侧行位 后退的 是侧行位 后退的 对 是侧行位后退的 但每个人的软度弹性不一样 我不是说你非得做的 跟他们年轻人 小孩子 20岁过一点的小孩子 一样的角度 但是方法得用的是一样的 所以尽量要做别身体关注 然后到后脚重心 到第三步后脚重心的时候 男生一 一 不要过根 过一次 一 不要过根 二 不要往上升 三 我要求保持住左边的同时 保持 尽量保持这个高度 然后后退到后面脚的同时 后面脚的脚跟支撑住 膝盖也是完的 然后第四步 男生 男生的 右脚 经过左脚 经过左脚 向斜后方打开 给女生 可以往中间走的位置 如果男生往直后打开 女生一出脚 就会跑到外面来 所以男生是往斜后方打开 肚子收住 然后左边被关注的同时 用你们的右脚的脚掌 和我们头向左边的引导 去带动 转肚 最后铁钻完 基础 不要两个膝盖朝两个方向 一定是朝一个方向 OK 谢谢老师 用就行了 而男生的转 是靠女生的移动 去带着 转过来的 然后 这是第一步 男生左边靠前 前进 然后第二步 如果男生直接转 直接转 直接转 我会继续向后移动 男生就没跟上来 看到吗 我刚刚我的右脚就是移动到这 我并没有活动 我再继续往后移动 他都 他都没办法跟上来 都离我很远 所以 所以 男生第二步还要继续向前摆荡 男生第二步还要继续向前摆荡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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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转脚到位 男生继续向前摆荡 最后 转脚 然后 结束位 看到吗 男生是保持侧行位的 左边身体是对向女生 是对向女生的 然后第三步 很多男生 因为第三步 侧行位 并退的时候 是拧出的 身体是拧得特别厉害的 很多男生在后退脚的时候 身体会转不掉 那 你们男生转掉的时候 看 女生就会蹲进来 而我的女生要到的位置到这儿 我要到后面 那男生必须关注 我才能到后面 所以 男生的左边 必须要关注 然后 继续往后移动动机 不要落根 看着 错误的是落根 错误的是往上崩 这也是错误的 这也是错误的 OK 我尽量保持这个高度 但是后面 后面的脚跟支撑住 后面脚掌支撑住 去移动 然后 男生继续 保持住 左边身体 保持住 左边身体 打开自己的 头 和 脚 鞋对 然后 男生继续转 继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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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的脚就 跟回来了 继续转 最后可以转 还原 因为我们在行低胶 持续低胶 有点色 确实是有点色 对讲的是病退 左转 滑轴转 对的对的对的 对的 OK 到女士老爸 再说一下 从第一步开始 第一步女生 左边身体靠正前方 右脚 斜队 第二步女生 左侧身体 马上要打开 邀请男生 到侧行位 然后 第三步 女生 右脚 并退 侧行位并退的时候 头不要回右边 继续待在左边 保持脚 断脚趾 后面脚 断脚趾 找地 然后 上身 头位 继续腰起 但是 左脚 不要太快打开 我们先要在内圈 先腰起 男士打开 先腰起 男士打开 男士 脚打开了 我再出脚 然后 左脚 脚的 铁断 断 结束位 不要两个方向 是在同一个方向 结束位 还是在左前 右后 OK 我再说一下 女双胖 女生双胖的时候 看一下 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斜腿 让男生前进 第一步 斜腿 让男生前进 然后 第二步 马上 邀请 打开 让男生 侧行位 关回来 第三步 女生 看起来 不要往上升 也不要往下掉 跟男生 左边胯 左边胯 侧行位的时候 我们是站在 男生的右后方 侧行位 女生的左胯 侧行位 男生右后方的位置 卡住 OK 然后 我们继续 上身腰起 头位往左后方 腰起 让男生打开脚 看到了吗 他先打开脚 我再出脚 最后撇转 还原 如果这个地方 我先抢 推动中心 往后脚的同时 我先打开了 看 男生就没办法 超越过去 最后撇转完 我们两个就已经 变住 就已经过过来了 所以女生 第三步 这个 留左脚 转身体 让男生先走 这个工作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 看一下 再说一下 你们的身位 这个地方 第一步出去 第一步 是重身位 右边对着右边 第二步 直接到色情位 左前 女生的左前 对着男生的右后 第三步 继续在色情位 还是女生的左前胯 对着男生的右后 然后铁段就继续 还是保持在左前 还是保持在左边 左边 左边 左边给的男生 左边给的男生 左边给的 给的给的 最后铁段结束 我还原来到 重身位 在做滑轴转时 男士后退的脚法 以及女士轴转的时间差 是确保女士 能转过来的关键 下面是陈龙老师 对这一点的细节解说 和示范 the one and two 是不是这个感觉 然后 后面一个重要的点就是 一定我们后退干嘛 一定弧线 你们要小心 又小心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基本上跳follow a paper 会是跳直线 你跳直线 女生过不来 所以说很多我们成年舞者 一跳到follow a paper 就是打架 身体要打架 为什么 因为你的timing 你的时间不对 这个就叫时间 在这个时候就是时间 当我往旁 女生就能进入到这个空间 这个就是时间 你看水晶了 水晶快度大一点 显眼一点 好 and 看我的脚拍下面 知道不要拍我的头 and one and two 女生现在前进 她停在这个地方 我来让 是不是 如果我直线 像什么 像bounce following 她不会知道我要干嘛 只有我绕着她 我先截住她 我脚往旁 她往前就很轻松 让她很轻松 我才能轻松 Tango的并退左滑轴转的节奏 是quick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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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架行 重心 及移动方式不同 Tango与华尔兹 在这个舞步上 也有所不同 下面是苏帅和姜舞妹 两位老师的讲解 这里仅选录了 侧重不同的部分 这个动作的开始位置 是在b式位 我们的b式位 然后准备走 one two three four 四拍 one two three 四拍一拍一拍一拍 对这个动作 ok 那这个动作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并退滑轴步的一个动作 我们接下来 从b式位置开始去跳这个动作 我们两个人搭好我们的架行 好我们先是从b式位开始走 一 二 三 三 这一步停住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不是b式位了 我们是什么位置 并退位置 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 对 好 这边 好现在是b式位对不对 走 一 二 三 那大家看到我的b式位 现在变成了并退位置 我的跨位是在女生的跨位里面 这个叫做 呃 这个叫做并退位置啊 并退位置 ok 并退位置 女生脚向后 ok 好 男士的跨位一定要去注意了 我们的跨位不能跟他是完全重叠的 我的跨位应该是在他的跨位的 他的腹骨勾的一个位置 但是大家要去注意了 很多女士在这个地方上 他会容易干嘛 顶住 他会容易顶住 顶住之后 男生就过不去了 所以我们要干嘛呢 把我们的腰腹的位置收进来 这个位置要干嘛 把它给收进来 这个就说到了什么 我们Tango的最初级的一个身体姿态 要找到的这个力量 对就是很多动作 其实 这个动作华尔茨也有 华尔茨也有 对 很多动作我发现 华尔茨跟Tango的区别 都是在这里 一些动作是这样 一些动作是这样拖住的 一些动作是这样放下来的 但是就是这一点的区别 会让你把Tango和华尔茨搞混 会搞混 很多时候 因为我之前也 比如说造型动作 其实这些都是会有区别的 很多同脚肩部很多人 华尔茨是这样 Tango也是这样 怎么跳跳不了 快不起来 华尔茨是这样 Tango是这样 好 那这个动作就很像 我们刚刚那个并腿 并腿啊 我们的并腿位置 好如果是华尔茨 我立起来 我会拖住 我会拖住我的下盘 那如果是Tango的话 我会干嘛 我会坐下去 我会坐下去 把我的左边身体坐下去 这个位置 刚好给一个男生 很舒服的 他可以放在这里 如果我顶住 他是握不来的 所以两种感觉 华尔茨和Tango跳这个动作 必须要跳出两种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好不好 对 ok 好的 那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首先 就是刚才教授又说了一个 这个位置的一个讲解 ok 大家明白了啊 这个并退位置是啥 啥是并退位置 ok 大家明白了之后 那我接下来呢 就要去讲 我如何在这三步当中 从并退位置 转换成什么 并退位置 那难点在于这里了 摆姿态 任何同学都会 我一说大家都明白了 但是呢 怎么转换很重要 那转换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去小心一个点啊 首先 我跟 大家看一下我跟教授身体 我们的身体啊 是一个类似于圆柱体 圆柱体 ok 我们在去做换位的时候 千万不能做成 比如说 避世卫 好变成 侧行位置 离开 再贴住 不能 我们的身体 两个人的身体 从避世卫 如果我要转换成侧行位置的话 我是什么 两个人做滚动 好 两个人又滚动回来 又变成避世卫 这样对不对 我们是做了一个滚动 所以呢 大家要去知道 我们在去做这个转换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第一个前提是 不能分开 不能分开 我们的身体要像两个圆柱体一样去滚动过来 滚动过来的一种感觉 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江老师在后退的时候前三步 他的身体做了什么 好 在这个位置上 好 我们现在闭世卫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江老师走 第一步 好 注意他的二三步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我们做了啥 两个人一起去找 我们两个人做了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们两个人做了什么 这个身体换位啊 首先我对不起啊 我刚才又忘说了一个点 第一个呢是滚动换位 第二个呢是一个人做不到 必须是两个人配合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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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们男生让女生 告诉女生 让女生去做这个感觉 但是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做 对了滚动 对我们的横膏膜一定要贴住啊 横膏膜最好是贴住 除非你做很打开 就是说你打开很多去延伸的时候 它可能会稍稍分开 但是我们Tango里面 基本步 基本步里面的运用 大家平时练武 讲你的横膏膜 两个人要给住 要贴住 不然就往后倒 然后问题我再做一遍 很多同学做滚动的时候 大家都明白了 但是大家的滚动会连带着什么 你们看一下啊 对 大家看一下观察一下 准备走 第一步很好 第二步也不错 好第三步滚动 你也是一样的 有时候对 夸张一点 大家知道吗 第三步滚动 来还原第三步滚动 你说滚动了没有 滚动了 但是滚动的时候 我们滚动了什么 是跟上半身一起做滚动了 No 我是做哪里滚动 下盘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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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盘 我是脚再去做 我没有身体跟着一起做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我们那个元素课当中 也有去讲过的 我们该怎么去练我们的头 怎么练我们的身体 怎么练我们的脚 要把它学会分开运用 就像拧瓶盖一样 要分开去运用 所以呢 在第三步做并退位置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一定要去做这个 就是我们的左边 我们的第二中心 千万不要跟着我们的第一中心一起打开 一定是第二中心给住我的女生 我的第一中心要打开 给住到我的并退位置的一个姿态上 所以男士朋友们要去注意这个问题 那女士朋友们的话呢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刚才说过 身体位置的转换不能说一个人来去做 因为很多时候 又说到就是男士跳舞是主导 好男士又要带女生方向 又要听音乐 又要撑住驾行 又要给动力 哇男士太辛苦了 那肯定不能这样子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我想跟同学们去说的就是什么呢 男士朋友们 就是对不起 女士朋友们要去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转换的位置 应该跟男士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女士也要很清晰的知道 在这个位置上去做转换 姜老师 大家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姜老师他自己也有做 你看 第一步向前 第二步继续向前 但第三步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 他出脚的时候下盘也有去做 来 姜老师还原回到第二步 好 大家看一下第三步 出脚的时候他的胯 他也有去做一个让位的一个姿态 好的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并退滑轴步的一个第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要从毕师位 转换成什么 并退位置 OK 接下来从并退位置之后呢 我们去做一个 又回到 毕师位 又回到毕师位 但是这个动作是做一个滑轴步 那滑轴步的话呢 这个动作我觉得是一个最重点 也就是大家转不过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转不过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什么呢 大家观察一下 有三种 出脚的方式 女生出脚的方式 我跳三种 大家看一下 你们是怎么做 说我们到了并退位置上之后 OK 直接并退位置上之后 我们往前点啊 并退位置上之后 接起来 好 第一种 女生脚打开 走外侧 这是第一种 脚在这里 OK 这是第一种啊 然后再去 转过来 这是第一种 OK 第二种 到这个位置上之后 好 女生 走内侧 好 转过来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脚走里 胯还是在外 再转过来 再转过来 这是第三种 这里讲的三种里面 最常见的是第二种 前面华尔兹部分 无论是演示还是教学 都是第二种 最后 我们来欣赏世界冠军Dmitry 和Oga表演的 中文字幕提供 好 我们下期待 有点 这是一个 第二种 第四种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